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了第张神卡派喽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哥不会着凉的 可小庄医生就有些凄惨了 跟副院长沟通卫火淋了雨 还赶了冒发了烧 尽管可怜至此 导演也不忘给他的肉体粉的一个福利 你是房东 咱们也不能这么随便 推门就进男人的房间吧 什么啊 你们还想看花剧 大家可别忘了 在第一集洗澡戏时 东哥可都硬死不屈了 给东哥多加点水 那个打水桶子 打水桶子 打水桶子 有了上次经验 这场戏拍摄时 小花絮我是第一次都不出去了 所以才用真策为大家拍摄到了 萌萌的君家四水哥 你不要拉 我想做地形机 呀 走 你怎么不瞎了 你怎么把我撒了 但我处了 你们憋死我了 其实在这最该感谢的是 晨曦爸妈和小聪聪 要没有他们的神助攻 我们怎么有机会 看到两人同床共枕呢 但是很显然 要命中的庄叔 出对晨曦爸妈见面时 那真是掩盖不住的尴尬呀 跟晨曦处得怎么样啊 工作上还在磨合 生活上 互相照顾吧 我想照顾吧 好 哈哈哈哈 我可以 我可以 出点课吧 哦 上上上 这就是 我说这几点那样 哇 干杯 哈哈哈哈 我可以干杯 你干杯 尽管尴尬吧 小庄还是彬彬有礼的 但要说什么互相照顾 其实这才不是他的心里话 那么这位贤妻良夫的日常表现是什么呢 小庄不仅忙着当贤妻良夫 还要忙着应对一波接一波的来自晨曦妈妈的问候 把晨曦交给你 我们是一百个支持 一百个放心 一百个满意 你再说百分之百都赶不上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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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你的人 就喜欢 整人君子 整人君子 你总说我没看过人 把晨曦交给你 一百个真实 一百个美好 一百个放心 你们俩个呆子 我哪到哪 我们先走了 我们还不再来了 这太可怕了 这比前面所有的做都可怕 前面不再来一个 我觉得这点是做好 对对对 是吧 午饭做好 再吃饭了 你为什么我们跟叔叔 还得赶紧去赶飞机 我们还会再来做 我们还会再来做 这一害怕 他的病可就不那么容易好了 所以在明天的聚集中 一孔转肺炎为名 庄叔被小匆匆整了医院去了 但这背后嘛 其实是六不低的哟 而随着储君的进步 陈希也终于发现了 自身存在的问题 开始转变了 这一点令庄叔感叹 独自可叫 呃不对 是倍感吸引 所以虽然明晚只有一集 但如此精彩的内容 还是值得大家继续追据的 我们明天见吧